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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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HELLO!大家好,我是劉佳明 所以今天的這一支影片 我就是要來和你們聊聊 我這台相機 已經在我身邊一個月了 我是6月30日入手 這一台相機 所以它已經在我身邊一個月多了 現在來和你們聊聊一下 這台相機的一些地方吧 那其實我對這台相機 是還蠻滿意的啦 因為我多數拍攝都是在室內的 我都沒有去到室外拍 所以總體來說 還算滿意 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在室外拍的時候 我覺得這台相機 還不是真的那麼推薦 因為就只插了一個麥克風接口 它就十圈十美了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開始我們的第一個吧 首先就是它的畫質流暢度 因為我在入手這台相機之前呢 我在網上看啦 它是說最高最高可以支持60幀 我就不管它啦 50幀就50幀 但是過了四天我就在想 網上多說可以有60幀 為什麼我的90幀 所以我再去查 怎樣讓50幀 改去60幀 結果還真的是給我找到 就是你們要把PEL 換去NTSC 就可以有60幀了 所以你們會看到我開箱相機的那一支影片呢 只有1080p 50幀 而沒有1080p 60幀 那接下來第二個呢 就是 我知道這個不是每一個相機有的問題 啊當然我也知道應該是跟光圈有關係 就是它在夜晚拍攝呢 會掉幀 就是我用60幀去拍攝 但是到比較低光源的地方拍呢 它的畫面呢整個就會掉幀感覺 就回到了24幀呢 30幀就是那個 瞬間是很明顯很明顯的 但是這個其實對我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我拍影片 都會在光源充足的地方拍對不對 那第三個呢 就是記憶體太大了 我入手這台相機之前呢 它是有一個32GB的SD Card 當時我還以為32GB可以拍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像手機這樣 但是我這一台32GB 只可以拍攝 一個小時十分鐘左右 我才知道原來相機拍出來的影片 這個記憶體真的是很大 我拍十分鐘的影片就已經4GB了 那手機拍十分鐘呢 才一GB多耶 所以真的是多了一個兩倍一倍出來 哇 所以我推薦你們啊 買相機的時候呢 最少最少都要拿64GB 32GB真的對我來說太少了 只可以拍一個小時 哇 那接下來呢 就是第四個 是的 畫質真的和手機沒得比 手機的畫質真的是不如相機 那我所說的手機呢 都是我身邊有的手機 像你們所謂的那種旗艦 我是沒有用過 但是我相信旗艦也是敵不過一個相機的 因為你在光源不充足的地方就已經感覺得出了 相機的噪點呢對我來說會比較少 手機的噪點呢就會比較多 所以畫質真的是比手機還要好還要好 這個是真的 接下來第五呢 也就是最後一個就是電池電量啦 它螢幕上顯示的電量我真的覺得 哇哇哇哇哇拍攝 真的是不是那麼的好 因為它在螢幕上顯示呢有三格 一格兩格三格齁 最滿殿的那一格他會持續很久 持續很久就是 如果我拍好20分鐘後的影片呢 它的三格殿還是有在的 如果接下來你要拍第二支影片 它最滿殸的那一件 就開始掉到第二格 然後它第二格的那個殿呢 Wow 拍不到10分鐘 就已經掉了 What 滿殼的那一腿可以持續很久 但是第二格那一個殿持續不了多久 所以你们会看到上一集 那个我刚刚看回两年前的影片 它有没有电的情况 因为我在拍摄那一支影片之前 我是有拍一支影片 就是这几点 就是这五点 我目前发现到就是这五点 那我所说的都是针对佳能的相机 不是针对索尼、松懈、富士这些 不是针对这些 就是针对佳能的相机 如果你们有打算要入手一台相机的话 我推荐你们 推荐你们 买的相机要有麦克风接口 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麦克风接口 因为收音其实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 就是这样 那希望这一期的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看 记得订阅后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们才不会错过 我每次更新的影片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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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